萊豬決戰倒數計時 蔡政府為了美國護航萊豬 民怨越燒越旺 前總統馬英九炮轟 為何對美國人要卑躬屈膝 美國人可以選擇 那台灣我們就不能選擇 連前外交官都出面炮轟 蔡總統恐怕根本 沒跟美國談判協商 為了送川普大禮 就讓百姓吞萊豬 這一次有沒有談判 不但沒有談判 是等於脫褲子馬上就接美國人 如果加工品外銷美國 你為什麼不談呢 國家的利益沒有去爭取 碰到美國大叔 馬上就骨頭就已經軟掉了 蔡總統反公投總動員 自己還拍起快問快答影片 用這種方式反公投 吃咖哩飯會攪拌嗎 大家最近冬天都在進步 你會一次喝六碗豬肝湯嗎 我一下四個不同意 我有大傻眼炮轟 你是咖哩 要不要攪拌官民眾差事啦 笑死人 國家政策不討論 給我講豬肝湯 是怕萊豬 所以不敢喝豬肝湯嗎 網紅總統整天臉書治國 整天只想洗腦 不要裝可愛啦 蔡總統一直比我小一歲而已啦 他相信網路上的效果啦 因為2019年 他拿網路打得賴清德 向他投降求饒 也許你不會一次吃到 六碗的豬肝湯 但是你可能會吃到 一大盤的豬內臟 你的政府有幫我們國民 把關這些豬內臟裡面 可能會殘留萊克多巴胺的問題嗎 到底有多少人 因為艾嫂英願意吞萊豬1218 馬上見真章 記得張專門的一璇 SNG小組台北報導